大家好,我是13 今天我要跟大家聊聊這台Insight 360 X3 這算是我的完整的使用心得 我這台相機其實用蠻久的 你看旁邊也是傷痕累累 甚至鏡頭旁邊也有刮到 那之前呢,我的影片裡面都有出現這台相機 然後就有很多人問說 到底這台相機好不好用啊,值不值得入手啊 之前其實我有X2,就是它的上一代 那時候X2,我看到X3出來的時候呢 光看它的規格 Sensor部分可能進步了一點點 那為什麼我會換這台呢 因為我X5不見了 那時候是架在車子旁邊 那我看不到的地方 結果我就騎一趟 然後回來發現它不見了 這個就很傻眼 之前應該有跟大家說過 所有Insta360裡面的相機啊 其實我很喜歡它的X系列 那就是因為它整個form factor 如果拿來做自拍360拍攝的話 剛剛好這樣的設計我覺得是最棒 好啦,講到這邊 你其實看看這個安全帽上面架這個X3 你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我覺得很奇怪 我覺得很醜 非常醜 那真的看起來就很突兀 以前看習慣GoPro的感覺 OK,那台差不多 覺得大概就是那樣子 可是裝了X3這樣子就很不搭 然後說實話你旁邊有個麥克風模組 這樣配起來錄音 前面的setup就看起來很...就是很雜 所以我從來沒有想過要拿X2或這點X 當作這種運動型攝影機去做拍攝 去做Modal Vlog相機 我一定是拿GoPro 那或是我會拿玩RS 就是它的form factor的關係 但是...就是因為使用過了 用了一陣子之後才發現 欸等一下 它好像可以做 就是像這種Modal Vlog相機 放在前面拍 好像會比GoPro還好用 結果實際上實用才發現 喔天啊 它真的比GoPro還好用 OK 我對運動攝影機像Modal Vlog相機啊 我有三個點很重要 第一個是我需要廣角 一定要大廣角 第二個我需要防震 第三就是它的機身穩定度 那除了機身穩定 就是拍片的時候它不會自己停下來 或是可能漏掉或漏檔或什麼的 之外呢 大概就是操作上面 要怎麼樣好用 GoPro後面的介面 那麼的慢 根本就是不應該的 因為你使用過3SX之後 它新版的X3 它後面螢幕加大 變得真的很大 等一下給大家看近拍 它佔據整個後面的版面 從左到右 你要使用操作在滑 或選擇的時候 都非常非常的容易 好 那我們先回到廣角 廣角部分 因為如果你畫面沒拍到 坦白說 那你什麼屁都沒有 拍Moto Vlog 角度不對 或是你收音沒有收好 這是最痛苦的 全部等你重拍 因為你沒有辦法 即時去做Check 你當你檢查的時候呢 基本上就要再重拍一次了 這台是360相機 但是它提供了Single lens 的方式去拍攝 那當然 GoPro旗下的產品 360相機它也可以做到 把它只能拍1080 不像這台相機 它只給你至少2.7K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GoPro後來出了一個 這個 Max lens 你可以外面再外掛 魚眼鏡頭 你可以就是變成超大廣角 那時候我看到就會覺得 哇 如果我GoPro今天能加大它的廣角 那它不就等於像 半個360一樣 就是一樣是 180度 Single lens的感覺了嗎 我直接給大家看 好啦 我現在是用X3 然後我是用它的Single lens mode 我是朝外面拍攝 那我現在完全沒有調角度 我就是把它架上去 然後想說 用它這個單邊的360鏡頭呢 直接做拍攝的動作 那我現在也有接麥克風 是直接用它的模組去接的 所以現在收音呢 是用Insta360收音 那 裝上去跟拍攝 基本上就是架上去 然後按錄製 就這樣而已 不用調任何其他設定 但是你看得出來 這樣裝上去就是很醜 好啦 那現在是它收音的狀況 給大家聽一下 好 那Single lens好處就是 它全部都拍攝到 像我現在其實 攝影機我看得出來 它不是直直的去拍攝 它是有點 往前斜的角度去拍攝 但是你現在看到的畫面 我現在擺出來畫面 基本上它一定是 呃 可以照我前面完全 車子啊 天空啊 路面啊 都沒有問題 後置角度呢 可以調你最好的角度 然後呈現給大家 這一般純老師相機 就沒有辦法做到的事情了 除非 你有裝Max Lens 我現在講的就是GoPro那個Max Lens 現在直接切換給你看 OK 好 Alright 我現在 發隊給大家看 如果現在比如說 我直接下車 那我站在車子旁邊 我要拍攝車子 拍攝前面畫面 為什麼的話 因為它新功率是180度非常廣 所以它其實全部都有抓到 我在自己後面後製做裁切就好了 因為反正到最後 我剪影片也都要後製 就直接抓這個動作 不用擔心說畫面抓不到 因為最害怕就是角度不對嘛 OK 我現在要換到GoPro 那我的收音 現在抓了兩個收音的方式 一個是360自己收音 現在你現在聽的就是 另外一個呢 是我原本的收音方式 我不會拆掉 所以給你看它過程是什麼 你看 你有聽到它那個聲音嗎 它有一個震動 那個 震動的那個feedback啊 天啊 太聰明了 不然安全帽上面有時候 你真的沒看到 或是騎車很大聲 你聽不到聲音的時候 怎麼辦 靠震動 好,把它拆下來 拆下來之後 先裝起來 OK 那我GoPro上面配的是 Max Lens 直接去騎 那因為我已經先設定好了 但是它Max Mode啊 主要我覺得是針對 防震啦 那這邊上真的比較起來 就是Max Mode 的GoPro 就是Instagram 這個單邊的拍的方式 是可以做比較的 然後我必須說 我現在在用Max Mode拍 我等下關起來 或我等下開啟的時候 我等下用耳朵橫直去聽它 到底有沒有啟動 不然就是要看鏡子 那裝上去你可能會覺得 哇,這應該是超級大廣角啊 配了Max Lens 但是因為它做裁切 然後防震的關係 所以看出去其實沒有到 那麼像360單邊那樣子 680度那種超大廣角一樣 不是魚眼啊 就是雖然是感覺是要變魚眼的 可是其實沒有到魚眼 所以其實你真正它 雖然拍攝的畫面 可能是這麼大整個魚眼的感覺 但是實際上你收到的畫面 沒有那麼的大 好啦,那這個問題 是因為GoPro的Max Mode 它不是用來給你當作 就是單邊放大的廣角去拍攝用 它的目的是為了要做Horizon Leveling Horizon Leveling 就是它要保持水平 所以它變成是放大畫面之後 它只取中間 Sensor中間的那些小畫面 然後做它的防震 所以你在做很誇張角度的時候 它都不會就是歪掉 那甚至你給它反轉 它還可以用 那是它的賣點 我當初以為說 魚眼再加它本身廣角的話 可以達到310單邊的感覺 那我這邊給大家看 但當然你也可以不要調Max Mode 就是一樣用這個Max Lens 可是你不要調Max Mode 然後它就可以 把最大拍下來的畫面拿給你看 我現在調整給你看 那我前面還在拍啦 所以我現在要做調整 這張手套要拿下來 這觸控感覺啊 感覺就比那個InstaX 好,Max關掉 好 很多設定可以調整 我現在 就是 抓一個 接近它最大範圍 可是要不要露到全部黑邊 不然我現在其實給你看 我錄一下給你看好了 OK 現在這個 螢幕上看得出來 旁邊留黑邊 因為它Max Mode 下Superview的話 是這樣的裁切方式 你看它旁邊會動 因為它其實不是要用這個模式去拍攝的嘛 可是我們可以利用這個 去抓最大的角度 好,再調整一次 但是 這個觸控螢幕真的是讓人 越來越煩心 come on 給大家看 這是它原本魚眼看出來的樣子 我這樣拍我等一下可以做reference POV 剛剛那個是沒有震動 沒有開震動 但其實裡面還是有一些微微的會compensate 所以在想 我不知道是裡面的 by default 就是 標準設定它會有個 我先把那個lock關掉好了 天啊 這有夠 有夠煩的 OK 我現在用這個方式 用最原始的方式拍攝是因為 如果我今天的安全帽角度 變化 或是我騎著車不一樣的時候 我用利用它最廣角的方式去拍攝的話 我才能確定我可能有抓到前面的畫面 不然的話要是沒有調好 然後它自己做裁切 沒有抓前面的畫面 就很麻煩 所以我現在把它調成 跟我的instagram非常像 都是怎麼樣 都是抓最大畫面 然後用後置方式去調整它的防震 OK,Let's go 如果你要達到一樣魚眼的廣角 然後就拍攝的話 GoPro也做得到 但你要加錢買 GoPro的話 你光這個Max Fluence 外面就99塊美金 你只會買一台相機之後 你還要加99塊買鏡頭 這XR36不用 那樣拍攝就變成 旁邊一定有黑邊嘛 因為它等於是 就是用全部的sensor 然後去抓那個畫面 可是因為 魚眼鏡頭前面 只有那個收進來的畫面 只有那麼多 所以它會變這樣子 那如果你沒有開防震的情況下 那畫面你可能還可以後置去取得 中間的私訊 然後去拍 但你就喪失了它的防震功能 我後來還是用它的一個 那個GoPro的App 它有個叫做 Real Steady的那個 Plugin 可是我裝上去之後呢 那個感覺還是差強而已 因為它主要是針對 整體GoPro的防震去做 它不是針對像我這種特殊的情形 可能想要很大的光角 然後打到防震的配合 想要讓它就變得很像 這半個360的方式去拍攝 這樣你就覺得沒有必要花這個錢 去改這個Maxone 這就是為什麼之前 GoPro的SuperView這麼的好用 但是SuperView雖然很方便 但是它也不是絕對 而360 它單邊180的Single Lens Mode 就解決這個問題 你裝上去之後 你的頭 你的角度 你可能是斜一點 你可能高一點 不小心調整 這邊不一樣 基本上 因為它 大廣角的關係 它全部都抓到畫面 全部都拍到的情況下 你今天回家 你發現 糟糕 那個角度好像 就是中間沒有很特別的 在中間的時候 你都可以做微調 上下去調整 就可以抓回原本想要的畫面 好啦 那是畫面的部分 基本上它就勝過於GoPro HERO 機身穩定度 我剛剛也說了嘛 它本身操作上使用切換或什麼的 穩定性高 高很多 甚至它換電池 它換電池這邊 等一下直接拍拉出來 其實也比GoPro方便 但也比One RS方便 因為你拆 直接卡卡 拔出來 就換下一個電池 操作來講的話 在這些相機裡面啊 它對於騎士 是最最最友善的 那我一開始是在 就是架前面拍自己之後發現的 我發現說 它多了那些實體按鍵 這邊直接拿給大家看好了 OK 我把它轉過來給大家看 好 那我這邊拔掉 是因為我裝了麥克風的轉接頭 所以不然平常只有蓋子 在這裡 這些蓋子呢 喔對 這些蓋子呢 全部呢 封起來呢 它都可以防水啦 OK 現在這個 你看它是後面的螢幕 然後它的實體按鍵 那旁邊這邊還有一個按鍵 這按鍵啊 就是真的使用國彩照 它真的超好用 我已經開始駕前面騎車的時候 我可能要錄的時候 停下來 按錄 OK馬上可以按錄 或是我要切換鏡頭邊 哇 我可以直接按切換的 之前過去的X2啊 要切換或是按切換View的時候 我必須要去按那個螢幕 那就要脫手套 我現在這樣的設置 我就不用脫手套 我直接可以按 然後按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它有一個 vibration feedback 它會震動 它不是一直嗶嗶嗶 只是出聲音而已 像GoPro 就是只能嗶嗶嗶跟你講說 你在拍攝或怎麼樣 它的震動 你按錄製 它會震動 你調整 它會震動 甚至你在切換裡面的Menu東西的時候 它也會震動 我跟你講 這是 所謂的game changer 好啦 那收音部分呢 我是覺得它跟之前的收音都差不多 那我實際上 我有插那個去收音 然後做測試 那 它跟RS一樣 它收音的時候呢 錄製的時候 其實馬上就會出現它的那個音量 會即時Monitor 說你的音量現在多少 因為你講話 有時候我瞄一下 甚至我擺這樣的時候 其實我簡直瞄 還可以瞄到它我們在錄音 好啦 那如果唯一要挑剔的部分呢 我覺得可能就是夜拍的部分 但是 雖然說夜拍的部分 可能比GoPro差 但它夜拍其實 超自在實用上來 也是一樣是很好用 那原因就是因為 如果你把你的Shutter 你把它調快一點的時候 它的防震功能 可以去做配合的情況下呢 你晚上在拍攝夜晚的時候 它還是可以達到防震 而且不會很模糊 不會很晃 因為一般相機啊 最可怕的就是 晚上拍攝的時候 因為光源很暗 那它必須Shutter speed要降低 然後它才能吸比較多的光 那在這個情況下呢 它的防震跟它比起來 就是因為你第一個Motion Blur 第二個你的防震抓不到 所以就會變得很糊 GoPro呢 就遇到這個問題 晚上拍的時候呢 它的防震一旦如果你打開的話呢 它就會整個畫面就很晃很不舒服 那我原本以為 那時候就在測試Maxmar嘛 MaxLens呢 這樣大廣角整個抓起來 是不是對防震比較好 結果 其實相反 這點就是我沒有想到的 因為它本身就是廣角 就多了一個給它鏡頭的時候 其實它的光源細近的時候 它的距離的關係 它收到的光其實比平常還要再少一點 所以你Maxmar 如果你想要打到防震 就連白天像這樣子喔 如果你要達到它的最好的防震 像Wison Level 或是它自己的防震的話 你必須要在一個很亮的地方 其實你光在有點陰暗 像樹叢裡面的時候 你用這台相機 如果樹叢不夠亮的時候 它有可能它的那個防震 畫面就不好了 那比較起來 它反而就好多了 但是畫質方面啊 整體畫面的感覺啊 GoPro當然是漂亮一點 但一旦開始動的時候 就不好看了 OK,這應該有在錄音啦 那我這X3有插麥克風 我現在是夜晚 就是架起來拍 這邊是亮的 離開亮的區域 所以我之前其實拍這間晚上影片呢 我後來就用這台360去拍 畫面當然會整體會暗一點 因為太亮的話呢 加亮的話 第一個ISO不能大 ISO大了呢 你只要超過800啦 超過800的話 它就開始整個例子非常多 所以要800以下 那抓起來呢 你可能後置去做微調 或是做清理的話 畫面就還堪用 我覺得還可以用 然後甚至它不會因為 就是防震的關係 會畫面去晃 所以實用上我發現 所以夜拍 如果要拍電影的話呢 它是可以用的 那這邊美國路上呢 其實一般光源啊 其實都蠻少的 頂多路燈 很多地方甚至沒有路燈 所以夜拍來講呢 其實是蠻吃力的 可是我相信如果在 都市裡面啊 像台北啊 或是燈火通明的地方啊 效果就會好很多 那之前我拍拍那個 台北燈節那邊的畫面的時候 整體拍攝起來 也覺得 欸效果非常好 這邊就看得到 所以其實你只要帶燈光充足的話 它夜拍的情況是OK的 那講到這邊你就說 欸不對啊 不是Insta有出一台更厲害的嗎 1英吋的 那個吸光不是更強 Sensor大 整體畫面又更好 對不對 是啊 那它就是Insta有出一台 One RS 用它的那個主機 去配合的 1inch 大的 比這個大的那個310相機 那台 那畫面真的就更厲害 厲害很多 那那個價錢 也非常厲害 那個一台你可以買兩台這個 哈哈 好啦 那中間有個沒有講到的是重量 因為它放在安全帽上面 一定會有重量嘛 那實際上呢 它這相機是180g 那這台相機 其實配了Maxima lens的話呢 它也是180g 它反而比較輕 所以這兩個在重量一樣的前提下呢 掛上去 其實不會有什麼影響 那 喔 如果你在想說 想要掛那個1英吋那台大海的啊 那那個之前已經有人試過了 實在太重了 那個真的是 掛安全帽上 不太能做拍攝 太辛苦了 好啦 那以上呢 就是我使用心得報告啦 那希望對你有些幫助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演唱為 有哈 我們可以介紹一下 我們不會出現 我們不是說 有什麼 我們坐在那邊 坐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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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那邊